我们的家里一直和婆婆一起住 小时候我和她妈扑 大时候我和她同一间房 直到我二十岁那年 我们的关系虽然亲密 但是婆婆有个小秘密 在她离开之后 我们全家人才知道 我从小到大婆婆一直在我身边 我小时候未读幼稚园 她就教我写字 写毛笔字 那些上大人恐越几几集字簿 我写过笔字几多 那我只手仔拿着一支毛笔 我婆婆就拿着我只手 一横一直 一撇一纳 我只手不用动都可以写到字 之后那些人赞我的字漂亮 其实这些都是我婆婆的功劳 婆婆除了教识我很多东西之外 也都很为我着想 其实她的气管一直都不好 常常咳很多痰 在半夜她一想咳 她就忍住 就出房去到厅那里才咳 因为我跟她同房 她怕吵着我读书温宅 要一个病人去遷就我 我个心硬着硬着 有一晚 她都是走出厅那里咳 我在房间听见 她越咳越小声 她越咳越小声 我怀疑她躲进厨房那里勤 那就证明了 她的病越来越严重 婆婆始终滴不过病汪 最后就走了 在她走了那天 姨妈看到我们三兄弟 就告诉我们知道 婆婆有个小秘密 她说 婆婆最近的额头 不是砍起了个楼的 其实她没有砍起了 我深信我婆婆都知道不行 但是她都照做 因为 祝福 是老人家在她最后的阶段 只能够为我们做的最后一件事 如果你这样都不明白 句句好理性地和她分析 阿婆 扣向头添香油是考不了大学的 你想想 你家里的老人家 听见你这么说 会有什么感受呢 不用想了 立刻抱着她 疼她一口 说一声 多谢